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今天文告指出 沙拉越累计官病确诊病例达到70,651宗 沙拉越今天没有死亡病例 因官病病逝的人数维持在443人 沙拉越增加两个新感染群 分别是目中的冷巴翁感染群和马拉桓的Bukit定义感染群 换个焦点 经过超过60天的禁止唐食后 沙拉越饮食业今天获准开放唐食 民众终于在尝到唐食的滋味 但是还有部分的业者基于各种原因 包括员工还没接种疫苗和观望疫情 选择暂时不恢复唐食 古镜新洲日报记者今天观察四区咖啡店情况 恢复唐食和继续不开放唐食的饮食场所几乎各占一半 恢复唐食的咖啡店重现人潮 还没恢复唐食的咖啡店则收起遗址 未见时刻 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5方面 大部分的饮食业者尽早开放唐食 小部分的业者鼓励民众外带暂时不开放唐食 美女许多业者都担心疫情不稳定和执法的问题 宁愿只做外卖 先观察数周再决定是否开放 但也有部分的业者抱着担忧的心情开放唐食 7名年龄皆宜14岁到21岁的华裔青少年 在酒店客房剧堵 警方闻封儿子将他们一网成情 15警区主任Stanley助理总监 证实警方接获情报后 D7主任海鲁警长 昨晚8点多便带队突检一家酒店 在一间客房里扣查了7名青少年 警方检查后发现 他们是租了酒店客房 赌牌 并在床上查获一些赌具 765令吉现款和一张租房的单具 这7人除了在2021年 传染病疫防和控制紧急法令第17 挂胡椅条文下面对罚款 还在赌博法令下遭到扣留调查 根据警方的了解 这7人为朋友关系 他们居住在酒店附近的住宅区 其中一人提议到上述的酒店剧堵 以避开警方的视线 2016年涉及枪杀杀公正党党要比尔卡永的通缉犯 江先铭 常逆在中国广州数年后终于落网 今天下午从西马 压抵梅里中央警察局扣查 嫌犯的绰号为巴杜明或是阿明 今天下午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被引渡回美里 协助调查比尔卡永枪杀案 警方在事发后一直在通缉他 但一直没有对方的下落 嫌犯大约在三个月前 在中国广州因国际护照预期而被公安逮捕 随后由中国当局安排他引渡到大马 交由警方处理 比尔卡永是美里区国会议员张有庆的助理 他是以2016年6月21号早上 在刮拉巴南捷到红利灯前遭人枪杀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是一位高尾的一位在英国 能提供了一位的研究业 我们也在一位在 Malaysia 能够取得到全身的赞举程 由研究和学校的研究 在营业的研究 在学习的一位 学习得了一位同时尚在上海 在上海的地区或是上海的地区 and be future made